那么前面他这个修子观念 他禅定转身 这个地方他在禅定当中 又加强我空法空的智慧 那么当然他加强我空法空 等于是加强回光返照的力量 他不断的问世纪 我们的射身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时候对射身的直取 慢慢慢慢的消灭 而把这个射身 慢慢慢慢融入于 一心真如的 我空法空的真如当中 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 尸体忽然同一草木 我们一般啊 我们心是直受这个射身 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叫做直射 我也是说 你看我今天 这个花瓶我是直射 但是不叫直受 因为他的痛苦我感受不到 没有感同身受 阿赖也是直直 外在的四大叫直受 但是内四大叫直受 因为有感同身受 身体痛我就感到痛 身体快乐我也感到快乐 我的快乐跟痛苦呢 跟我的射身是同步的 所以这个射身叫直受 所以这个内四大外四大在维持学的业力的角度是有差别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间对内四大的直受啊 突然间一时的放掉 所以他感觉到他内一代的射身跟外在的草木啊 是完全一样 这个射身不是我的一样 怎么说呢 比方说火烧刀灼尘无所解 你用火去烧他的身体 你用刀去斩他的身体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好像你用刀子去砍那个外面的石头一样 砍那个外石袋一样 他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 你用火去烧他 用刀去砍他 你是火不能烧 而且是用刀子去砍他的肉 就像削木头一样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此名成病排斥大性 就是他的这个内四大 荣于外四大当中 排斥大性就是说呢 他以止观的力量 特别这个地方强调是观的力量加强 我攻法攻的智慧啊 已经排除对内四大那种直手 我们一般是把内四大坚固的直手 这个这个这个 把这个四大直手为自身下嘛 那么这个时候把他这个直手排除掉 一向入存 这个时候内心啊 对于这个因缘法 把他回归到一心真乳的当中啊 功夫纯手 但这个只是在指观相应当中的 暂时的相应啊 不是真实的圣证 你能够以平常性面对是善性戒 假设产生执着攀缘 就受到勤血的干扰 诸位你看的那个寄宫传啊 有这种事情出现 你看寄宫传师有一次 他在油画的时候啊 看到一个一个房子 起火 寄宫传师 他是跑到火里面去救人啊 救了一次又跑出来 救了一次又跑出来 救了一次跑出来 跑了三次 他的火 那个火啊 不但不能烧他的身体啊 连他的衣服都不能烧 因为他那个指观的力量啊 已经把内四大外四大 就是说 他的射身跟火是 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火不能烧自己吧 你看火不能烧火 火可以烧别人 他不能烧自己 也就是说 激宫传师 从这一点来看 他的功夫啊 至少他是 破了射印 所以他的射身 你看火不能烧啊 刀子也不能去伤害他 那么前面主要是指禅定的 智慧的加强 这个地方是我公法公的 智慧的加强 所以他内心当中啊 火 冷热 他的生根啊 是冷热恶相 是了然不生 热相 冷相对身体 完全不能产生作用 好